你 你是感冒了吗 你那个 水晶球里的玫瑰花 是怎么撞进去的呀 就是那么撞进去的呗 怎么了 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真的 咚咚咚咚 玫瑰 这朵玫瑰 它从头到脚 都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我不是欠你一朵玫瑰吗 我给你啊 还有呢 没了 这哪儿 上一次你送玫瑰的时候 还搭配了一封情书呢 怎么写的来着 山是山 海是海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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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了 我 我给你补一个还不行吗 你说的 好 今天这气氛都烘涂到这儿了 玫瑰都烂了 那今天江大博主要是不给我写一封情书 是不是说不过去啊 我真是越来越期待了 我当时为什么要写情书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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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你 我都给你写了这么多情书了 你还是不满意 情书这个东西是靠量取生的吗 班长 山是山 海是海 可是唯独见了你 你有吃醋了 没有 你就是吃醋 你 写不写 写 简易豪 你怎么在这儿 陪你上班呀 调胸 你别骗人了 我昨天晚上都看到你去兼职端盘子了 所以呢 你那个钱多久还都没关系 不还一些 钱我会尽快还你的 你回去吧 我只是不想你太辛苦 简易豪 你好好啊 你也来披一披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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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你快看啊 这儿有个博主有几百万的粉丝 他直播的时候 他直播的时候爆料说 咱们店有大瓜 什么瓜 他说 咱们店之所以能够开得起来 还一直维持打卡第一的位置 是因为背后有资本的支撑 说的好像也没什么错吧 那玉姐不就是实力的象征吗 玉姐是实力的象征 这不假 但是 你们不觉得 这话就 听起来 挺别扭的吗 这有什么的 你还不让人说了 不是啊 他们无缘无故地攻击咱们 你们就不觉得这事有蹊跷吗 我觉得没什么吧 说明咱红呗 人红是非多 你说会不会到时候凭我们颜值 咱一回吧 不是 颜值 你们之前有了解过 这个交易一千万的网红吗 这个一千万是出了名的臭嘴 经常为了流量 做出没下线的事情 好多公司推广 一早就把它拉黑了 但是因为它非常能颠倒黑白 口才好 在网上还是有不少粉丝的 我总觉得这件事 不会这么轻易结束 你去想办法调查一下 看看他们背后 到底有没有别的推手 好的 玉姐 我这就去安排 等等 记得让公关部定情网上 一旦有关于任何城墓的消息 立即擅除 好 有这么好吃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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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店里不会有影响吗 她说的没有错 搜一开始确实是拿我姐的钱做的 但好像搜两个多月就开始实现盈利了吧 老走就还清了 没想到我男朋友不仅有财 还有钱呢 有钱倒不至于 养你还是挺轻松的 你多好养活 每天一块甜品就这么乐呵 也是啊 不过我可不付钱啊 我尝尝